那么今晚我们想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文章是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就在于这两字 看到一句话深表赞同 为什么要每天都跑步 为什么每天都要写点东西 为什么睡前都要看书 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每天能坚持的东西 所以任何一种坚持都能区分别人和自己 不知你是否发现 在我们身边那些比我们优秀的人通常都很自律 有一些坚持了很久的好习惯 但同时这些习惯的养成并不是特别难 只要你想尝试立马就可以做到 比如早起 比如阅读 比如健身 没有一样是多么遥不可及的事 甚至以心血来潮湿 也可以凭这三分钟热度坚持几天 但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有差距 恰恰就在于你坚持的是一天 一星期 一个月 别人坚持的是一年 十年 乃至更久 我们总会对那些拥有好习惯的人 投以艳羡和敬佩的目光 因为他们看似不费吹灰之力 就做到了你做不到的事 但有时我们又会对自己的懒惰和懈怠感到羞愧 因为原本这些事 只要你坚持了 也可以跟他们一样优秀 不知你是否发现 在生活中 哪怕你坚持了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 也会在日记月累后 让你在人群中显得与众不同 比如 如果你注意清洁和防晒 出门要打伞 回家要洗脸 哪怕晚上睡前涂一层唇膏 也拥有比常人更好的皮肤状态 比如 如果你注意学习和进步 每天看三十页书 每天记十个单词 哪怕每天背一句诗 也会比周围人更有知识和学问 比如 如果你注意营养和健康 每天六点起 每晚十点睡 哪怕每天坚持吃早餐 也会比身边人拥有更好的身体素质 许多时刻 我们总是羡慕 那些看似比我们厉害的人 其实这些人 不过是比我们更好的 做到了坚持 但坚持 往往是这个世上最难做到的事 因为它意味着 你要打败自己的惰性 你要戒掉自己的拖延 甚至 你要对自己下得了狠手 动得起真格 有时 我们看似在挑战和超越别人 其实 最终 我们是不断地战胜和征服自己 大概许多人 都曾有这样的体会 有时 你想要坚持去做一件事 本身的难度并不大 最难的是你要在每一天中去做到 这就意味着 你给自己下了一个长期的目标 甚至可以说 你从此以后 就要每一天去旅行 对自己的承诺 比如 你很困 但你必须要起床 你很累 但你必须要跑步 哪怕你很忙 也要逼着自己 写完今天的日记 其实 想偷懒的想法 几乎每个人都有 但人跟人的区别就在于 有的人 对自己很严格 无论理由再充分 也绝不允许 自己有半点的妥协和让步 而有的人 却常常经不起考验 经不起诱惑 也经不起舒适 和安逸的软磨硬泡 总是很快 就对自己投降 许多时刻 当我们轻叹和羡慕别人 为什么能做到时 却忘了去深思和反省 自己为什么做不到 其实 做到和做不到之间 看似隔了一个字 但深层次看 它中间包含了毅力 恒心和耐性 等诸多看不见的好品质 有一个励志方程式 你每天进步一点 一年以后 你会比普通人 多学到37.78 你每天退步一点 一年以后 你会比普通人 减少到0.025 其实 人跟人之间的差距 恰恰在每一天 看似微小的 0.01种 也许 你只是今天 比别人少写了一段字 少读了一页书 少跑了一公里步 但365天 乃至更久以后 你跟别人差的 就是几十篇文章 上百本书 乃至上千公里的路 也许 你今天 比别人 多玩一盘手机 多打一句游戏 多追一级句 那么一日又一日地叠加以后 你跟别人差的 可能就是在下班两小时候 他人 比你越来越有优势 和增值的部分 其实 大多数人的起点都差不多 能力和水平 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最终 一个人能够做到 比他人优秀 就一定是在某一方面 做了长期的努力和坚持 你今天起不来的床 总有人起得来 你今天读不完的书 总有人读得完 你今天跑不完的步 总有人跑得完 就在无数个 像这样不起眼的今天中 我们慢慢 输给了那些 不明显的明天 直到他人 彻底跟你 拉开永远 也追不上的差距 与你 共勉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感谢大家的观看